策略長、我們的名偉、財務、林立、製造、驗程、我們的客服、存心、以及我們的行銷、社會 謝謝我們的團隊 記得我們上次在董事會裡面提到希望我們將三星電子有關於記憶體這個部門 未來幾年的成長策略帶到董事會來跟各位董事做個報告 因此有今天的解案的報告 首先各位看到的從星星點燈到星火燃營 大家曉得我們從1969成立以來 三星電子在各個行業我們都有非常卓越的成就 我們如何把握現在很好的成就 希望擴展這樣的能量讓我們能夠在全球上能夠更加的發光發熱 做到所謂的星火燃營 大家都曉得三星電子我們在記憶體的事業 所以這一塊目前已經是做得很好 可是我們要如何維持我們的成長跟維持我們的領先 首先面對的一個重要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中國記憶上 他們的低價競爭對三星電子記憶的事業部 的確是造成相當的威脅 當然各位可以看到的我們有很多的機會 業務潛在的風險 我們該如何來面對 這是報告待會兒會進行的結論 這個部分我想各位董事都非常熟悉 用三星電子成長的軌跡 當然我們有很好的技術 我覺得很容易自親愛的